歡迎您每週三晚間八點 準時收看由台灣珠寶藝術協院 魏林製播的三八珠寶教室 我是盧春雄 大家好 今天要為大家介紹的是 2024年竹筋手勢設計比賽 這場活動現在時間還算創意 9月1號正式解稿 主辦單位已經多年由香港來撤動 以前世界黃金協會在台灣也有設立辦公室 在1993年的時候曾經有在台灣設立了一個推廣辦公室 然後這個推廣辦公室第一任的總經理Grace元澄華小姐 把台灣的傳統金飾徹底的革新 徹底的創造了一個新的形態 意味著什麼意思呢 如果我們今天經過很多銀樓 很多珠寶銀樓 他們呈現得非常開放 呈現得非常的親民 然後裝潢華麗漂亮 請了很多專櫃人員在服務你 其實這一切都要拜世界黃金協會所賜 因為他們徹底讓台灣的整個傳統銀樓翻天覆地的做了一個升格 這個是非常重要的 然後呢 世界黃金協會 它在世界上50幾個地區或者國家設立了辦公室 用意都在推廣整個金市的一個需求 因為黃金它不是股票不是債券 它沒有利息可言 那純粹是供給的一個平衡 那供過於求當然就不值錢 那供不應求金價就自然上漲了 因此呢 黃金協會呢 呃最大的改變就是能夠去刺激民間的需求 它不能夠去要求政府來收購黃金 因為那個是國家政策它干預不了 那比較容易的肯定就是民間的這種尤其結婚 這種傳統習俗裡面對金市的一個需求量 所以呢 那個世界黃金協會就在世界各地設立這樣的一個推廣辦公室 然後刺激民間的一個消費 好 那我們回來看一下竹金設計比賽 這個比賽其實持續我們台灣珠寶藝術學院的學生 都有不少人拿下了很高的獎項 即便在疫情期間 這個活動他們也沒有停辦過 那這就是因為在疫情期間大家不方便去香港受獎 所以用視訊的方式代為頒發 大家看到都是金牌都非常重要的 那這是2018年一口氣五個類組 我們就拿下了三個類組的金牌 這個也是非常值得驕傲的事情 這個是2016年 那為什麼連續幾年這樣跟大家介紹 那主要的是要透露一個訊息 他們並沒有什麼內定的一個情況 反正你只要優秀 即便活動是香港所主辦 那台灣的參與者只要表現傑出 他們一樣還是邀請甚至於把獎項頒發給您 那我們要特別感謝贊助商香港周大福集團給了我們很多贊助 因為這一場活動他如果入圍的話 是要比成品的 也就是要把你的設計圖稿實踐起來 那周大福一直長期以來都在支持著我們 那純金首飾科技工藝其實已經跟台灣翻天覆地做了革命了 我甚至可以大膽的這樣往下結論 那意思是什麼呢 台灣現在的製造商根本沒有這個技術沒有這個能力的 做的都是我們傳統的豎金 那因為台灣這個市場小也不能怪台灣的業者不上進 那因為投入這個科技設備 像3D電鋸製造 CNC的這些精密機器其實成本是非常高的 那過去我們比較著重的就是類似像拖拉鋸造 然後那個塑金的一個處理方法 即便我們的陳設是東南亞之冠 可是我們目前已經完全不敵電鋸 公益了 那因此呢 換言之啊 說白一點啊 台灣已經沒有人力 沒有這種技術去製造這個東西了 那因此呢 周大福的贊助對我們而言就非常的重要 什麼叫做硬金呢 大家可能沒有留意 那這就是第一代我們稱之為竹金 第二代我們稱之為千竹金 那也就是 第一代是999.5 那第二代就是999.9 那第三代就是3D硬金 第五代就是5G的黃金 再來就是 6D的鏡面金 現在已經進步到這個程度了 那這個很多金式看起來體積都很大 其實它是中空的 然後變得非常的輕 而且那個一般大家對黃金的印象都是非常的柔軟 這一種 3D 5G 6D都已經做到那個硬度都比傳統金式的硬度都提高到4倍 讓金式一樣是黃金 橙色是一模一樣 可是呢 它的因為硬嘛 所以它可以塑造的造型就更多元了 那我們可以比較一下傳統素金可能4.4公克 然後你看嘛 那個5G的硬金造型比傳統素金還要大 然後重量還要輕 這個就是一個很特別的地方 其實你們可能不清楚現在傳統營樓裡面 如果說稍微有用心在經營的 不要像那種鄉下非常傳統的那種阿公阿嬤在顧的營樓 基本上啊 3D或者是5G或者是6D的硬金的這種產品 基本上已經超過60%以上了 也就是全部都是進口 這個是已經是一個目前營樓業的一個態勢 沒關係 那我們回來這個竹筋設計比賽 那這個主題呢就是以數字生活 增我風格顛覆創新為主 那數字增我創新這樣的一個概念 有分為所謂的公開組 硬金組還有學生組這三個類組 那這三個主題其實就說明了一件事情 他們不要傳統的東西了 他們希望你給他們的都是一些比較 叫當代contemporary的這種風格形式 也就是你越大膽越突破 越具有挑戰性他們越愛 那所謂的數字生活 其實生活中裡面時時刻刻都不離開數字 譬如時間是數字 然後那個金錢是數字 甚至電腦數位全部都是數字 那這個如何從數字去發想 產生一些新的一些形式 這個是靠大家的創意的 再來就是增我風格 也就是你個人獨特性 當全球化以後就要區域化 區域化以後就要個人化 那個人化就是個性化的風格的表現 然後再來顛覆創新 那就是挑戰傳統 那傳統做的我們就不做 那譬如風格形式 也就是馬蒂尼 禮服鏈 或者是一般的景鏈 那我們可以去做複合的多元的一個風格 那當然還是以首飾為類別 包括了戒指、耳環、項鍊、手鐲 還有胸針或者墜紙 當然他有提出了一個另類的首飾 也就是你自己已經發想 甚至把上面這兩種做一個結合 這也是一種另類的首飾 甚至服裝首飾跟衣服結合在一起 也是可以思考的 那你只要把兩款以上的首飾組合成一件 那你就可以他們定義為套組 那每一個類組裡面你不得超過兩件 不得超過兩件 那為了公平起見 因為他畢竟還是一個竹筋設計比賽 所以製作物的黃金竹筋的物料 不得少於80% 其他的物料添加類似什麼 半寶石、珍珠、鑽石、財寶、翡翠、琥珀等等 這些物料如果有用的話 也不可以超過20% 那就是只能在這裏面形成點綴 他不接受你用一些玻璃塑膠 或者其他的物料 得獎者要很小心 不可以在主辦單位發表名單之前 就對外發布自己的創作 這個要提醒設計師 那整個活動 大致上的規範 我們也有詳細的一個報名表格 可以提供簡章可以提供給大家 獎項設計各個類組 剛剛整個有六個類組 分別有冠亞、寄金 獎金從5000元、3000元、2000元港幣不等 那也算還不錯 我要提醒大家的是 除了這個獎項、獎金以外 更重要的是你的東西會被實踐 那再來就是 他也拉出了兩個自選的參賽項目 那也就是包裝陳列的一個獎 或者是三維的設計建模 也就是3D的建模的一個獎項 另外你可以自己再勾選 那基本上評分非常重視實用性及銷售 也就是符合市場性的一個說法 再來就是靈活應用黃金的特性跟創意 那工藝佔20% 美觀佔10% 故事性佔10% 其實這裡面已經透露了一個很重要的東西 他需要你突破 他需要你突破 那我們就可以把作品遞交到香港首飾業商會有限公司 那我們趕快來瀏覽一下歷屆的獲獎作品 那離今年比較近的這幾屆 我把它做了一個很完整的一個介紹 然後可以幫助大家有一個比較更精進的一個認識 也就是黃金首飾到現在已經發展到什麼狀態了 離現在越遙遠的 那我就是簡單的點綴 那如果您想要更清楚的知道的話 那就是請你來跟我們鎖起整個簡報 又於那個直播節目的一個關係 我不想把時間拉得很長 大家可以仔細看一下 這就是比較近代的作品的類別 那那種比較純黃 應該都是塑金 然後看起來比較亮的 就是5G的或者是6D的 甚至有的硬金的一個應用 然後像這種一定是用數位工藝的形式來製造加工的 這個裡面就有很多元已經顛覆了我們對傳統金飾的一個印象了 都是非常傑出非常棒的作品 看到純金首飾能夠發展成這麼潛衛這麼當代 其實還蠻欣慰的還蠻開心的 我覺得很棒 很多人用了他們的智慧 在演繹我們現代的一個金飾 大家可以仔細看一下 是不是跟我們 傳統銀樓裡面印象中的那些風格形式完全不一樣 好 再來就是這個2022年的這一場比賽 大家也可以看一下 它的一個差別性 記住喔 那個益材質的應用不要超過20% 也就是這也是我們的學生 你看這個就是比較另類的一個手勢的風格 大家可以去比較一下他們的一個差別性 再來就是2020年的比賽 這樣的一個風格是不是跟我們印象中 銀樓賣的那些結婚套組完全不一樣 很明顯的他們有很大的一個差別性 由於這個簡報的內容很多 那我是希望大家把檔案拿回家 自己用電腦慢慢的觀賞 這個是2018年了 我們也拿下了不少個獎項 這一些都是值得大家看一下 很明顯的不一樣的一個作品的風格形式 工藝上也很明顯的變化 突破了黃金柔軟的限制 好像以前要做立體要做更突出的一個形式 其實不太容易 這個大家比較一下它的一個差別性 很特別的一個手法 很特別的一個手法 所以來這是2016年的得獎的作品 那個也都是還蠻 都很前衛了 這個很前衛了 2014年我摘要這一些的原因 我也要讓大家知道 主辦單位其實在後面 砸了不少錢 辦走秀啦 辦頒獎典禮啦 然後出版那個得獎作品 專輯啦 大家都感覺得出來 所以你的設計 一張設計圖一個想法 其實後面 主辦單位要用多少的力量 要集合多少的企業 多少的分工 才能夠將你的設計呈現出來 這個都是非常重要的 大家不能夠去看到它 沒有去留意到它背後的一個附加價值 這就遺憾了 那因此我在這邊特別要號召更多的設計人才 投入那個純金手勢的一個打造 希望透過設計 我們如果在製造工藝 在應用技術上面已經輸人家了 我們在設計的概念 設計的理念 設計的人力上面 絕對不能再輸了 希望大家能夠為台灣爭一口氣 大家看一下 很大膽 所以有很多人有很勇敢的想法 一直在做很新的一個演繹了 那感謝周大福為學院的一個贊助商 所以大家不用擔心 這個後續要製造生產的問題了 那今世以內容為主 其實它類似雕塑的一個形態 是手勢造型 因此我做了一系列的公共藝術 的一個專題講座 大家也可以去回顧 其實雕塑是公共藝術裡面 很重要的一種表現形式 大家可以去比較一下 那由於這個活動 由世界黃金協會的一個資助 所以它的活動效益 附加價值很高 因為就是整個活動辦理預算 有人買單了 講白一點就是這樣 那要提醒大家的就是 黃金跟K金的一個差別性 那它在應用技術上面已經很明顯不一樣了 那這個活動其實可以連結到 那個大灣區的珠寶產業發展的一個動向 我們不能夠自身其外 那我也覺得台灣很重要的 一定要跟我至少東南亞附近的一個賣動 珠寶行業的一個聯繫 因為我們現在很多東西其實都是 像外地進口 那國內的製造業 能夠做的就是比較純手工藝的這個部分 那很多科技應用我們遠遠不如人家 這個也要注意 那純心手勢這一場比賽 其實它非常著重它的文化性 市場性及未來性 那也就是科技工藝應用的一個表現 在這個部分就要特別被強調下來 大家看一下 周大福這張照片中間 左右第一人都有到台灣來拜會過我們 所以我們有一些資源可以協助大家 所以大家不用多想這句話 你的東西絕對有人可以幫你贊助 把它做出來了 所以不用擔心盡情的去表現 盡情的去表現 我是台灣珠寶藝術學院 我始終相信擁有專業才能夠成就事業 因此我們絕盡所能的 將珠寶專業知識 透明化 標準化 步驟化 其目的就是要幫助大家 快速掌握 正至於擁有專業 竹筋設計比賽 還有一個是10月15號接稿 是2023年中國珠寶首飾 科技以及製造大賽 我是盧春秋 歡迎您 下週三見 拜拜